我如果就是沒有忌口的話 我大概就可以多個10多公斤 有可能是那個 又早發生 我先得慢性病 再去做回答 喂 再慢5分鐘 妳可能就拜拜 這麼嚴重 什麼 呼吸中止症 有一點呼吸中止症 你偏中間一點癢 你有發明意思嗎 在中間一點的部分 他沒發明 有 我有 鼻子過敏很嚴重 跑不掉 跑不掉 這個過敏太可怕了 你要吃那個一小顆一小顆 那叫什麼 抗主治安 主治安 對 抗主治安 因為我有過一次就是 因為連續翻班拍戲 然後下完戲之後 然後我就感覺到 我呼吸不到空氣 然後我知道 沒有 因為我知道 我有群麻症 然後可是這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發病 然後我身上也沒有藥 因為藥都吃完 然後喉嚨就開始癢 很癢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怎麼會 因為過敏原是在滋氣館 攻到這裡來了 在滋氣館裡面 然後他開始腫了 我當下就直接跟局長說 直接送我去集診 也沒有聲音了 沒有聲音了 他過敏也會影響到聲音 對 然後到了急診室 那個醫生說 你再慢五分鐘 你可能就拜拜 這麼嚴重 那是什麼 真的 然後當下他就 這個誇張了吧 他就直接打針 因為我呼吸不到空氣了 因為我的那個滋氣管 它腫起來了嗎 就是那個群麻疹 它已經腫 腫到這裡 對 腫到裡面 對 可怕 那真的要小心 艾榮也會 我也會 就是皮膚滿容易過敏 其實我在高中以前 可能怎麼吃蝦子都不會過敏 但之後就開始過敏了 體質會改變 很奇怪 我超愛吃蝦的 小時候猛獻 後來長大就突然不行 吃完蝦子之後 然後可能如果你沒有很熱 就是讓身體很熱的話 其實它好像不太會發作 但如果你就是在 很熱的環境之下 或是你有運動 它就會超容易發作 體溫太高 或者是那個 免疫系統下降的時候 對 然後除了皮膚之外 我的鼻子也是超級容易過敏 冬天的時候特別 就是會很容易流鼻涕 然後就是女生化妝 我覺得就會很麻煩 就是你邊化 然後他就會邊流 邊流 對 而且我甚至在錄影的時候 也會一直流鼻涕 就很尷尬 我跟你講 我很嚴重 我嚴重到 那個流鼻涕嚴重到什麼 它不是鼻涕 它是水 就很像水龍桶沒有關我 我用那個衛生紙有沒有 妳說直接滴對不對 衛生紙塞進去對不對 我想說應該解決了 整張衛生紙濕掉 然後開始滴 然後睡覺的時候 那鼻涕都一直倒流 真的 我有因為鼻子共鳴 動了兩次手術 一次是那個電燒 他說那個鼻肉 因為你一直醒鼻涕 它會訓練它的肉 會肥大 肌肉 它也不是鼻息肉 是旁邊的鼻肉 因為你一直醒 然後肌肉就肥大 然後你的鼻肉肥 鼻肉肥大之後 是因為過敏才肥大還是本來就 沒有啦 你那個肥大是 對啊 是吃東西肥 剩比例的 沒有啦 吃東西 吃東西不會吃到那邊 是要減肥的那種 人一定是依照比例才講的 不是 因為你一直醒鼻涕 訓練了那個鼻肉 就跟健身一樣對不對 對 跟健身一樣 就不小心把那個鼻肉訓練到 把我的鼻孔快塞住了 不小心 然後醫生就說 這個你的鼻道太小了 要電燒 然後我第一次燒完之後 真的會看到 一燒完之後掉了兩塊下來 然後突然鼻孔變很大 就說都吸得到了 可是我 可是後來 因為我還是因為一直過敏之後 那個肉又長回來了 然後因為我去年後來 不是動了一個症餓手術嗎 然後我的牙齒排列 可以變成正常的嗎 然後我動症候手術的時候 醫生幫我照完那個頭的X光 你現在這個是已經動過手術 動完手術了 看不出來 不是 沒禮貌 好帥喔 我是跟他們說 沒有 那個醫生 很成功 對 那個時候 牙醫跟整形外科醫師 他就是照那個X光說 因為骨骼的排列 牙齒反過來嗎 他說因為骨頭排不到位置 所以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一系列的那個 併發症也太多了 不放過你的鼻子 然後後來 好像法鬥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在動那個症候手術的時候 可以順便把我的那個鼻道 輕輕空這樣子 然後就順便 然後他把我的骨頭推進去後 就空了 然後空了之後我就想說 應該沒事了吧 結果後來 就是到去年開始秋冬季節之後 我又開始醒鼻涕 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後來醫生才說 改變的是你的鼻道空了 可是過敏是體質 還是不會變 我想說那到底怎麼辦 他就說你不會鼻涕 過敏 你只能夠接受他的習慣 他說沒講 最多就是你不會鼻塞 可是你還是會流鼻水 過敏還是有 其實蠻多人都會 因為體質而改變 你過去沒有的過敏源 後來發生過敏 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現在發現這個情況 你過去沒有過敏 其實後來會發生是過敏的情況 體質會改變 是的 所以你們這些沒有過敏的人 沒關係 等一下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過敏是不是會癢 會 會 可是看你過敏什麼吧 對 請問你癢 朋友 你知道我怎麼處理我的過敏嗎 我三個字 人家說我癢 癢死了 癢死了這樣 有沒有真的 癢到真的死掉 沒有 所以譬如這裡在癢對不對 被我抓到了 來 你癢 來 你癢 你再癢 你跟他技巧幹嘛 就看你能癢到什麼程度 怎麼樣 我就不抓你 怎麼樣 我不抓 這很厲害 我不抓 你跟他賭氣 所以 我曾經跟那個癢處 對峙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 但是憲哥 你是這邊癢 你可以意志 如果你偏中間一點癢 你有大意志嗎 在中間一點的部分 他沒辦法 怎麼意志 只能讓他態度放軟一點 是 對 又要小以大意 對 我真的會打下去 有一集大熱門 然後他們是測肥放基因 然後我真的是第一名 大家好像都忘了這件事對不對 有 沒有 那基因是基因 可是你現在是好吧 沒有 因為我 你突變了 不是 我平常一吃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胖 然後我真的是 就是超級飲食控制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東西 真的太好吃了 我如果就是沒有忌口的話 我大概就可以多個10多公斤 真的假的 那妳平常都吃什麼 妳這樣子 妳平常都吃什麼 就是我那時候 我準備寫針的時候 然後我都吃香蕉 然後跟那個蛋 蛋白 吃香蕉都壞 不吃蛋黃 還吃蛋白 水煮蛋 就這樣子 他就每天吃一根香蕉 兩顆水煮飯 他是一定要這樣是一 剛好一組的是不是 這是一份 這樣才是100分嘛 100分 100分的飲食控制 100分 控制得很好 對 我算你狠 好 來 管老師 我雖然說覺得 我沒什麼肥胖問題 可是難免去健康檢查的時候 那個數字還是會出來 他說重度脂肪肝 然後就是什麼 那個肥胖 然後BMI過高 三高 心血管疾病 什麼的 我真的是永遠都改不了 就是會一下瘦一下胖 你可能是 沒有辦法忌口對不對 對 包含就是 我前陣子有那個 去看營養師 然後他們就是要 每一餐都規定要胖 對 拍給營養師 然後他都在跟營養師吵架 後來直接跟他吵起來 你幹嘛拍 你就拍這一部分 等一下拍吃再移過來就好 拍別人的 你就拍局部就好了 我就是被他發現 你就拍香蕉跟水煮蛋就好了 100分 100分給他 他把照片放大 問說對面那個烏龍麵 是有人吃的嗎 抓得好嚴 天啊 我就說那是我朋友 然後他就在看到說 可是右下角還有可樂 是你喝的嗎 我就說這個已經算是 只有蛋白質的水煮還是被抓包 對 然後後來真的吵起來 所以肥胖的原因 只有一個就是吃 管不住 有沒有人呼吸新鮮空氣就胖的 那是不可能的 好像真的沒有 所以妳特別要注意 來 子晨 我雖然沒有到很胖 可是因為我們家族 你們是糖尿病 不傳男不傳女 對 因為我跟我媽媽還有 我阿嬤都是瘦瘦的 可是我爸爸 我阿公 我弟都是胖胖的 而且我爸爸跟我阿公過世 都是因為糖尿病 所以我在飲食還有運動這方面 我就是很格外的主意 因為我們家族有這種遺傳的病史 人家說了一句話 你如果自己的嘴巴都控制不住 你如何控制其他呢 沒有 我先得慢性病 再去做我拉招 OK了啦 先把學子拉高 好 失眠 來了 睡眠不覺小 處處聞提鳥 也來風雨聲 花落之多少 全部都有失眠的狀態對不對 艾榮 我也是失眠很多年 我是從疫情那時候 就是19年底 然後到現在 所以我的失眠 大概已經有四 五年了 蛤 就從那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疫情就 會打亂整個生活 因為那時候不是大家都在家裡嗎 然後晚上你就是感覺 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或是滑手機看影片 或是錄一些 錄一些跳舞的影片什麼 我都在晚上 我就覺得那時候精神很好 妳幹嘛要白天 白天也出不了門 白天就突然很想睡覺 不知道為什麼 怪了 晚上就 它這種叫 咒服夜出行的 蝙蝠 反正就是 對 就是整個日夜顛倒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自己 就是在睡覺前 就是在上床之前 我一定要洗澡 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所以 我又會拖延 所以我可能就會想說 因為女生要洗澡很麻煩 要卸妝 然後妳頭髮就這樣吹很久 然後要弄弄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懶得洗 對 懶得洗 然後我就抓在那邊 然後又沒辦法上床 然後所以就會拖 越拖越晚 好 熱性循環 來了 范醫師跟我們看 林醫師 林醫師 林洪 洪醫師 洪洪 有些是本來就真的失眠 但很多其實是 它是作息不正常 對 就是該睡覺的時候沒有睡 然後 對 就是拖拖拖 然後早 可能半天都在睡 然後到晚上又不想睡了 對 那這個是就是 作息不正常造成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有可能是那個 早發現在更年期 又早發現在 對 那大概多少 我沒有十年 太早 多少叫算早 沒事 我沒有 你平均了 沒事 還有 所以我現在已經 40歲對不對 還沒到 就是一般是45到55 是那個更年期期間 但是如果妳 在40歲以前 就是如果到30幾歲 我就真的 30早發 對 就是卵巢的功能 開始慢慢衰退 什麼 什麼 真的 又遇到 對 真的又遇到20幾歲 然後他去驗那個卵巢功能指數 我好美 就非常低 現在 亡了 卵巢出了問題 妳就無法開卵巢演唱會了 是在哪裡 好像叫鳥巢 鳥巢 鳥巢了 鳥巢 好 我好想去卵巢演唱會 來 換意思 什麼啦 最重要是先搞清楚 妳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最常被忽略的原因 在我的經驗裡 有一個叫做 呼吸中止症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個臨床表現就是 妳的打呼的聲音很大 而且不規律 出大聲 呼小聲 然後有時候會中斷 這是因為睡覺的時候 呼吸道變得比較狹窄 而阻塞 所以就會停止呼吸 之後妳就會驚醒 因為妳身體缺氧 大腦就把妳叫死呼吸 如果你沒有去排除 這樣的症狀 然後任意使用安眠藥物 或者是酒精來睡覺的話 會把妳的意識帶得更深層 那妳的身體就會處於 更缺氧的狀態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去 動用這樣的藥物 你要先請醫師幫妳 確定失眠的原因 好恐怖 然後用好的方法來解決